第一集 敞开的脆弱 您好 我是云云 第一集我们来到博家范哥的开场 博家范哥的故事开始于一场战争的前夕 阿珠娜王子要求他的好友克里希娜 把战车驶向两个军队之间 让他可以看清楚双方的人马 这位克里希娜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其实他是神的化身 只不过他从来没让阿珠娜王子知道 战场中央 一眼望去 阿珠娜王子看见双方 皆有他认识的祖父父亲班长辈 老师 叔叔 表亲和朋友 顿时他感到极度悲伤和恐慌 想要投降放弃 即使敌方因为贪婪而双眼蒙蔽 他也不想伤害血亲好友 阿珠娜丢下了弓弩 别坐在战车内百般困惑 眼中充满泪水地望着克里希娜说 身为战士 我却不想打仗 也不知自己该怎么办 请指引我 做我的老师 告诉我该怎么办 故事讲到这 先告一段落 阿珠娜贵为王子 而且过去战机卓越 他却愿意放下身段 面对自己便接受自己的无助和困惑 从他的身上 我们可以观察到 从困境站起来的第一步 就是面对 诚实和宽容地去面对自己的无助 去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 需要帮助的自己 当我们能够接受自己的脆弱 就可以放下身段寻求帮助 畅销书籍《情商2.0》作家布莱德·贝利 曾用四个层面来定义情绪智商 首先的两个层面是 第一 承认和辨认自己的情绪 第二 是承认和辨认他人的情绪 所谓承认 也就是全然的接受 当我们能够接受自己的情绪和脆弱 就可以放下身段寻求帮助 就好像阿珠娜王子一样 找一个他可以全然信任 而且能够帮助到他的人 接受自己的脆弱 而且继续保持一颗柔软开放的心 是阿珠娜王子站起来的第一步 故事说到这里 让我们停一停 问问自己是否能够接受自己的脆弱 并且不去掩盖和批评 下一集的主题是情绪 我们下回见